在2013年3月17日2012荣耀派网主日信息中 日华牧师提到Webwatch负责人Cliff Hyde 由2013年1月开始分享名为 即时数据情报报告的一连串录音信息 内容主要预测 在短至数日长至约90日所发生的国际大事 而当中的准觉程度相当惊人 无论是形容事件的字眼 以及事件的人物、地点、严重性 甚至时间性皆非常准确 例如Cliff Hyde 在2013年2月14日所发表的 即时数据情报报告录音中 曾清楚提到Webwatch数据显示 到了3月会出现一件有关慈善机构的丑闻 而日华牧师也在2013年3月4日的录影时 分享到Webwatch对以上慈善机构丑闻的预测 而Webwatch的数据亦以英文Charity形容事件中的主角机构 事件就在日华牧师录影分享一日后 即2013年3月5日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 加拿大研究人员 蒙特利尔大学心理教育系研究员 拉里维和谢纳尔研究了近300份有关德兰修女的文件 他们对德兰修女照顾病人的方法有所质疑 指她在印度加以各答设立的收容所 卫生差 给予病人的照顾及食物不足 连止痛药都没有 两人又指 德兰修女筹得巨额善款 但印度有天灾的时候 她没有拨款援助 拉里维又称 德兰修女曾接受海地前独裁者 杜瓦利埃的捐助 另有大笔资金转入多个秘密银行账户 账目不明 德兰修女 为著名天主教慈善工作家 已于1997年去世 曾主要替印度加以各答的穷人服务 于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2003年10月 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将她列入天主教宣服名单 德兰修女也都有 加以各答的天使的美誉 而事件中备受质疑 由德兰修女所创办的慈善组织 人爱全教会 英文名称为Missionaries of Charity 明清和Webot所预测 慈善机构丑闻中的字眼 Charity一模一样 这个确实可再次证明Webbot 准确预测出国际大事 防曉以外 发售 公准确预测出国的 解公司 可不нь 冰 事員 至今